白酒新能源错过了 不要再错过这一波吃肉行情 每年年底 1号文件发布前夕 市场都会围绕农业进行一波炒作 很多人不相信农业板块能走出翻倍大牛 哎哎哎 实际上 今年盛产的大腰中 除了白酒新能源疫苗之外 就是农业 天山13个交易日 股价从5.6涨到34.6 大涨5% 智慧14个交易日 股价从1.6涨到5.12 大涨了220% 很显然 农业是今年主力资金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 一直在司机拉升 农业的拉升 时机也是眼下这个时间窗口 看看过去市场两年的表现 18年的12月 天邦累计上涨超过24% 正邦更是大涨超过360% 等到19年的12月 全银最高涨幅超过125% 农坪更是6天涨幅超过60% 每一年的这个时候 资金拉升的主线不同 但又非常一致 18年炒的是生猪 19年炒的是转基因 今年围绕农业种植又展开了 率先启动的风浪 已经涨幅超过40%了 接下来农业的机会点在哪里 主要看下面三点 第一个农业种植叠加科技概念 智慧农业是亮点 第二个农业既有股核心竞争力 造就行业的龙头地位 第三点机构主力资金 大幅买入的方向 相对来说溢价更好一些 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团队也整理了一份农业精税大名单 需要的朋友可以私信三个议领取 总之随着政策密集发布 年底的农业炒作不会缺席 跟着政策走 先知先觉者才能吃肉